就在乌尔战争延烧 全球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剧烈震荡之际 联合国成员国政府代表 美中时间13日 聚首美国纽约 召开第77届联合国大会 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拉开序幕 古特瑞斯随即呼吁 各国政府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当前世界危机 随后今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 匈牙利外交官克勒西 也响应古特瑞斯 重申各国联手 解决国际问题的急迫性 是最最尽人的动作 We can really come together to deal with issues that have a potential to bring down our civilizations The climate change by diversity loss and voter crisis They are all interlinked My message and my plea to all nations of the world that our years and months and days are numbered We have to act now 不过要联合国全体成员达成团结 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早在大会召开前夕 美国因拒绝核发签证 给准备与会的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与随行人员 而一度引起俄国政府不满 但美方最终还是在13日 核发签证给俄国代表团 才化解了纷争 接下来直到本月27日 全球多国领袖将在联合国大会上 轮流发言 但其中有多位领袖可能会在19日 前往英国伦敦 参加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 让联合国大会接下来的程序 充满不确定性 环宇新闻谢仲岳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